1980年代的时候 台湾也发生过美利岛事件 而美利岛事件之后 没有人敢出来参政 在那个时刻 是美利岛受刑人的妻子 戴夫出征 而这个同样的情况 现在在俄罗斯上演 但是这一次 俄罗斯纳瓦尼是已死 他的状况比美利岛情况 来得更加的严重 他以他的死亡 在那块土地里头 向所有的俄罗斯人民 喊出了呐喊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妻子 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就是他的妻子 叫尤利亚 他的妻子呢 正式的在纳瓦尼的 专属频道里头 马上发表谈话 他在他死亡两个小时之后 强忍悲痛 而且出现在 德国召开的 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 清楚地控诉 普丁就是杀害 纳瓦尼的凶手 他不怕普丁的 亲自安全人员 在全世界追杀他 或是再度地对他下毒 这位美丽的女人 正成为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 我们刚刚提到 他 纳瓦尼的弟弟 出来 抗争 结果被逮捕 他的妻子 毫不畏惧地 站上了政治的舞台 而最后 我们看到 在纳瓦尼 他自己专属的频道 他的反对运动的方式 是在用 社交媒体的方式 表达他的意见 他最后写的是 写给他的妻子 他死亡两天之前 写到 给他的妻子 尤利亚他说 我能感觉 你和我在一起 分分秒秒 而尤利亚一站出来之后 俄罗斯政府 做什么事情呢 他说 他呀 到慕尼黑会议上头去 他哭的时候 连一滴眼泪 都没有坏了他的眼妆 这又剖出 他跟一个男子的照片 意思是说 这个人呢 他的男女关系 是很混乱的 他根本不能代表 纳瓦尼 那事实上 那是他们家的亲戚 只是所有独裁政权 对付反对派人士 最常用的伎俩 在纳瓦尼不明原因 猝死狱中的三天之后 他的遗孀尤利亚 以和纳瓦尼同样的开场白 登上了纳瓦尼的专属频道 宣布 继续纳瓦尼的置业 继续为我们的国家奋斗 正式接棒纳瓦尼 成为俄罗斯首位 代夫出征 前所未有 公开对抗普丁的 反对派女性领袖 在得知丈夫去世的两小时后 尤利亚强忍悲痛 坚强地出现在 慕尼黑安全会议 控诉普丁是杀害 纳瓦尼的凶手 在网路上 对尤利亚破脏水 不但激凤他在慕尼黑 连一滴眼泪 都没有弄坏眼妆 还剖出他和其他男性的照片 其实这是一张 2021年他和一位 清晰的合照 2020年8月 他为了抢救 在西伯利亚中毒 命为旦夕的纳瓦尼 要求普丁释放纳瓦尼 到德国接受治疗 而越生成为 媒体焦点人物 2021年1月 纳瓦尼返国 在海关被捕后 他行单营支 离开机场时 受到了人群的鼓励 与欢呼 我向您 说到Alexei 我非常相信 不疲倦做不好 不疲倦 不做什么 他同样以纳瓦尼 纪录片的遗言 作为总结 就像纳瓦尼身前的 最后PO文 是写给 尤利亚的 从他吞下眼泪 现身慕尼黑开始 造访布鲁塞尔和华府白宫 从欧盟领袖 各国外长 到美国总统拜登 尤利亚 马不停蹄地 展开一连串外交行程 争取西方国家 声讨普丁 祭出制裁 这就是为了 我设计更多 500新的 制裁 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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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不愿意 即使俄罗斯外长谴责西方反应歇斯底里, 真正让克里姆林宫感到威胁的, 并非决定不回俄罗斯, 选择流亡海外的遗伤尤里亚。 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被西方收买的傀儡。 纳瓦尼的母亲也在第一时间前往监狱附近的殡仪馆, 寻求认领遗体,却被拒绝。 纳瓦尼的母亲毫不退缩,直接公开质问普丁。 也许这才是更大的威胁。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母亲, 她们同样没有在前线儿子的消息, 或是感同身受丧子之痛, 分开要求领回阵亡儿子不知去向的遗体。 在抢下普丁的三天之后, 纳瓦尼的母亲终于见到了儿子的遗体。 但她也公开表示无法领回遗体, 而且受到威胁。 因为当局提出条件, 她们接到命令, 希望葬礼秘密进行, 不准举行追导会, 我不同意。 离大选只剩三周。 在她华丽完美的连任庆典之前, 普丁会接受让纳瓦尼公开举行葬礼的风险吗? 但她应该也记得, 1989年俄罗斯士兵母亲联盟的动员抗议, 曾是迫使苏联撤兵阿富汗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位当年陪着爸爸一起投票的 小女孩长大后不仅替爸爸录制抖音, 现在还是史丹佛大学的学生, 陪同妈妈会见拜登的外交助力。 消灭了纳瓦尼, 普丁迎来的是老中青联手, 三位拒绝在镜头前哭泣示弱, 战力全开的女性。 普丁绝对会在3月17日躺着大胜, 但他们不会放弃。 无论普丁可以再连任多少次, 纳瓦尼都以后继友人, 以纳瓦尼之名, 不会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